2023頂下小吃拼集結來自猛甲和大稻城的二十間在地美食店家 透過票選活動、走讀導覽、美食地圖與美食展覽四大活動 帶領民眾認識猛甲與大稻城 深入了解當地著名景點、豐厚歷史以及在地店家的故事 那投票的部分我們就是希望民眾可以拿到這次的老城餐桌地圖之後 到大稻城還有猛甲的店家吃之後 利用手機掃QR Code上網投票這樣子 那文化導覽的部分在十月初的週末會進行 那一樣在大稻城那邊還有在猛甲這邊都會有各自的美食路線 讓民眾可以了解更多店家的故事跟文化的內容 然後在策展的部分就會從9月22號開始到10月15號 都會在龍山文創基地的閉廣場展出 那民眾都是免費可以進場來參觀 從淡水河沿線 北邊開始就會是大稻城的城區嘛 然後經過北門之後其實萬華就到了 所以其實這兩個老城區一直都是觀光客常常造訪的地方 但他們可能就是各玩各的 就是比如說今天的目標在大稻城或是今天的目標在萬華 那我們也希望民眾從一早他們通常是到廟宇拜拜開始 那我們希望他在廟宇拜拜之後可以獲取這些活動資訊之後 就可以由南一路往北吃或是由北一路吃到南邊這樣子 那其實這次的活動我們預估光產值可以破就是60萬 在短短的三週左右的時間這樣子 那除了其實吃之外很重要的就是兩個老城區 有很多的歷史建築古蹟還有很多的文化故事 其實也是很希望大家透過除了吃之外 也可以來這邊看看這邊的拜拜啊 或者是說逛一逛這邊的老房子啊 像萬華這邊還有薄皮寮啊 鄉土教育中心啊 然後還有比如說青山宮啊 還有很多很多的景點喔 比如說紅樓啊等等 那大澳城那邊也當然很多就是在地化街那邊啊 延平北路這邊其實都有很多的場館 或者是古這個古建築都也很歡迎大家呢 去來走走看看 記者會現場萬華與大通區知名廟宇龍山寺 與峽海城隍廟商圈發展協會 民意代表以及市府官傳局與產業局 都一同共襄盛舉 期盼透過活動吸引民眾走路在地 品嘗美食 瞭解當地文化 進而促進觀光發展 台灣最大的背包客的住宿地就是在西門町 現在目前有4500個床 差不多將近1萬個人 每天都會在那邊住 因為都是幾乎都客滿的 那這些人我們希望把他拉到大道城 把他拉到萬華來觀光 這是一個非常棒 甚至用走的就可以走得到 那像從往北的話 走到鐵道博物館 走到北門去 走到鐵道博物館 然後再往那個 那個迪華街走的話是非常近 那往南走的話 從貴陽街 西門院士走到貴陽街也是非常的近 那我想這是一個非常棒的一個行銷 我也一直要推Manga的小吃 因為放眼望去 全台灣的小吃 只有可能台南跟我們有的比而已 但是萬華的Manga的小吃是最其中 台南的小吃是分散的 那所以我們希望把萬華的小吃 推成是台灣北部最重要的美食重鎮 2023頂下小吃拼 邀請民眾在9月23日到10月15日期間 一起來投票選出心目中的天菜美食 深入體驗老城區的魅力 記者領席會台北報導 決鬥